寒流柱长花开 仁爱香梅花 终于进入盛开期 梅农表示 因为水气充足加上低温 花开大约已有六成 有吹出多少花 六七成有了 比较没有那么顺 没有那么顺 说同时这样子 同时开这样 这样子今年的花矿 会比往年好吗 没有 比去年差 花开的灿烂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散花 与其他梅区相较 这里环境更为清幽 也成为带团导游 推荐游客的首选 差不多啦 也是开得很漂亮 蛮漂亮的 空气很好 对 空气很好 那越浓 它会越开 这个环境很清幽 空气很清新 不错 一路上有很漂亮的梅花 看还有云雾缭绕的云海 真的风景非常美 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山坡 然后这边有一个河谷 就是两山辉印 这边就是很轻松的来看这个梅花 然后就像一个我们家的后梅园 来走一走 然后看到蓝天啊青山绿水 这样子感觉是不一样的 去年都会一起这样啊 连续的 今年距离差很多 近几年梅农新种了不少梅树 以往开花时间与老梅树相差不远 今年因气候影响 新梅树都只含苞待放 与老梅树形成极大反差 我们像我们这个年轻的树本来就一两朵 现在也是慢慢的有多了 花包都有出来 都有花包是有 就是花 花也是慢慢的有开啦 可能还要一两个礼拜 从下个礼拜开的话 就好像维持一个礼拜这样 梅农表示 今年老梅树与新梅树花期错开 盛况虽不如往年 但花期渴望因此延续到一月下旬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道